华盛頓高中的張繼寶 吳成光 以及陳立齊三位同學 坐在校長室裡 接受媒體記者的採訪 臉上仍難掩興奮 因為這三個人 在這次大學學測中 都獲得75級分的慢級分 華盛頓學習 然後給我很大的信心 然後所以一開始 接到成績的時候很開心 然後當然也是最想跟自己 最親愛的家人 還有一路上陪伴我們的老師 跟很多認可老師 執政有學的認可老師 分享這份喜悅這樣 就是真的上課真的要很認真 每個地方都要理解 不懂的就真的要趕快 就是要自己記起來哪裡不懂 然後回家趕快看課本弄懂 或是趕快去問老師這樣 校方表示 全台慢級分人數182位 尤其是今年數學科比去年困難 史德曼積分人數比去年少了四成 而巧的是陳立齊這三個人 是同班同學 他們說平時讀書 除了按照學校安排的進度之外 下課徹底消化複習 也會彼此加油打氣 是創校以來首次有滿級分學生 全校師生都替他們感到相當開心 我想要走商學系列經濟之類的 香港是亞洲的金融中心 所以的話希望能去港大 然後整管自己的健文 然後跟他們國際生 還有可能陸生 還有他們香港生一起切磋琢磨 比如說我們現在高中的多元課程 就是讓孩子能夠在財經法律 在生物科技生化科技都能夠積極接觸 然後在國中開始 我們一個5Q的創意課程 就是說讓孩子能夠培養他的領導力 培養他的創造力 培養他的文理力 培養他的自我的規劃能力 學策成績底定 接下來重頭戲就是個人申請 有人想出國讀書增廣健文 也有人想力拼國內的一流大學 大家都要把握機會 提早成為大學新鮮人 接下來秋風台中採訪報導